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 我是你们的黄老师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今天是7月16号 星期四 那今天整体的一个盘面机会还是蛮多的 整体的一个小的一个节奏是比昨天要好 要好彩一些 所以说从趋势也好 还是说从它的一个结构性来 都是比较清楚简单的一些行情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欧加 欧加一小时的一个盘面 那欧加当下的一个盘面的话 就比较简单比较清楚了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什么大笔的一个上涨 那现在昨天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出现了一笔很强的一个逆动能 对不对 所以说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路 我们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思路 那就是做这一笔的一个延续 对不对 那这一笔这么急速的一个下跌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进行一个 违反的一个概率是非常渺茫的 所以说那我们今天就是做它的一个什么 连刀的一个结构 去做它的一个什么延续的一个空 首先这个利润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支撑的 这个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朋友们 当下的这个价格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去参与了 这个价格也是一个连刀的 这样的一个不错的一个价格 好那除了我们的一个欧加之外 还有我们的一个欧日 那欧日的话呢 今天的也是一个什么 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结构 那就是什么 我们的一个什么 回挡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的话呢 就比较清楚清晰了 对不对 那这个行情的话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行情 一笔上来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 打了一个什么逆动能 那这种K线 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小K小K的这种小阳线 小阴线 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我们必空的 朋友们 必空的一个点 这样的K线 指望它一杆子捅破吗 这样的就是 这种K线 我们之前也在这个 教学的过程当中 有跟大家提到过 我们的高概率正回档 对不对 要看这一笔的一个斜率 跟这个什么K线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当下的这样的一个 K线跟斜率是比较完美的 如果说是能 按照当下的这个节奏 爬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我们今天 必空的一个节奏 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的仓位就可以适当的去 放大一点 没有必要太保守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一个高权重的机会 8分的一个策略 好 那除了我们的这个两个 就是插盘 都是我们白天的一个节奏 再来看一下 我们就是到了晚间 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机会 首先我们看到的 还是这个英镑 那英镑的话 当下的结构肯定是看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对不对 4小时的话呢 也比较清楚了 所以说那他的一个多点 也可能会到了晚上的一个时间节点 才能给到 所以说在这里 我也跟大家去提一下 有时间的 晚上有时间的可以去关注一下 对不对 那当下的话呢 还是做什么 做这个级别的这个震荡 这个多 朋友们 这个多给到了 可以去参与 问题不大 那利润的话呢 看什么 先看这个震荡区间的一个利润 位置强的好的 没有必要那么着急出来 持仓过夜 问题不大 就是把这个仓位去控制一下 去拿这一波的利润 问题不大 好 那除了我们的一个英镑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纽约 那纽约的话呢 也是在 昨天的这个早盘当中 有跟大家提到过 一个回档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那当下的一个结构的话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跟英镑的思路是一样的 还是看什么 看这个区间的 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他 他这个时间节奏的话呢 也是可能是到了晚上啊 才能给到的一个位置 到了晚上 给到了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还是做什么啊 去做他这个结构的一个 四小时级别的一个震荡的 一个多点 朋友们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以打点的一个思路 去进了他的一个什么 去抢他的一个进场位置 可以去吃这一个震荡空间的 这样的一个利润 好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我们日内的一个打点 还有到了晚上的一些 可以做空间利润的一些机会 好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全部内容了 那对我们阿萨社区感兴趣的朋友啊 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 或者是来到我们学习班啊 一起学习也是可以的 那今天的话呢 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 我们明天再见